看到佩克玩卡拉丁沒有辦法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是他的飛絲也是很棒的 然後呢 黃族這邊準備好的用凱爾對付飛絲這一套呢 第一場是用奧利亞納對付飛絲 來到第四場選擇用凱爾對付飛絲 然後Fnatic一樣拿著跟他們上場取勝一樣的一個連環控場 搭配上一個藍寶的大絕是可以期待的 那麼黃族的突破口到底在哪裡呢 下路在過去三場比賽中看得出來 黃族的下路應該是比Fnatic的下路略強 然後上路對方是一隻藍寶 感覺也有可能成為突破口這一場 黃族到底要怎麼來處理 而Fnatic想要獲勝這條路可能比黃族再長一點點 兩邊這一場應該都會使盡全力 現在來看LV1的互相爭奪眼衛的進攻 看到黃族是選擇在藍BUFF去放一個防守之後呢 採取進對方藍的打法 而Fnatic這邊則是指派輔助跟上路去進對方藍 對這邊是一定要浪啦 因為這個一等的時候如果有太強了 安妮配勝這個蜘蛛 暈到你就是直接站著死掉 所以這個地方浪掉然後LV1去插一個鏡像的眼衛 我覺得是處理的還不錯 只是這邊開槍 把Leona這樣子翻方相當危險 聖的這個嘲諷逼到了Leona的閃線 聖沒有用閃線硬把命留下來喔 就只是要逼她閃而已 這個也有他的反應真的也算是 他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 再補一個眼 對 我看這個黃族很聰明喔 他就是我入侵你藍 然後你以為沒了 可是我要再走一次去你紅 就跟我們昨天早上也看到就是蹲你出來的那個時間 你會從這邊經過 黃族的視野相當的落後 而且太陽逆EU對方也是 等一下 可是法洛斯原本不是要去上路嗎 看到對方逆EU之後取消了嗎 他們要打一個中二嗎 因為這時候黃族是個中二 雙方同時中二了 對這樣同時中二 我覺得優好又壞喔 因為雷歐娜的性質有去無回 這樣會讓蜘蛛就是你中路 如果是被壓塔下 你出去蜘蛛如果是反蹲 就很容易被就是被反殺 大招秀啊這一場 好那真的是注意到黃 凱特琳這麼狠 一等就跟對方點到頭破血流 雙方都沒血了 那尼剛才知位置是在比較後面的 而且他一直扣著暈 他光是扣著暈他往前踏一步 Fnatic的AD跟輔助就要往後退一步 對前三等的時候 雷歐娜沒有什麼壓制能力 而且這對線很有趣 上路是菲斯打到聖 下路藍寶打凱爾 菲斯打聖 應該是比較能扛得住 凱爾去打藍寶 聽起來就像是可以壓爛他的樣子 現在已經直接進塔下 所以這一場 這個Lucky對上Signite的對決又會很影響 因為看得出來如果有在線上的壓制力 組合都比較好 在塔下狂下夾子的 另外一個可以觀察的重點 來看等一下凱特琳會不會高夾子 假設這個對線 可是我覺得中路的對線期可能不會很長 對線期不夠長 他應該就不會高夾了 這隻蜘蛛又被抓到 哇這又要report蜘蛛了 哎呀他出一個綁是飛掉了 塔皮不得不拿他的暈出來救助蜘蛛 下路依舊是 因為看到了加文下路的凱爾表示 太棒了 繼續壓他 剛才藍寶一度被打到就是血量不到三層 我覺得雷娜剛剛如果有閃線他就會上去 他前面被逼掉了 我說真的也是有影響 而且聖在推飛絲的線的時候 也不是很怕飛絲突然打他一套 傷害可能是會被擋掉一些 蜘蛛掉上來之後呢 其實是沒有看到加文的 聖走進來 看見到加文的面 然後就後退了 蜘蛛我覺得 剛才那個位置掉就是想要 給加文一波但是沒有能夠掉到 有綁到了一個小石像 report蜘蛛喔 這個蜘蛛 目前為止的表現是 不是那麼的好 沒有那麼的亮眼喔 尤其我們昨天看了好多好多韓國蜘蛛之後 我也覺得這個蜘蛛看起來還好 這邊反而是塞奈 到目前為止 吃兵術是領先之助一點點 雙方看起來其實是 沒有什麼差異 反而是 凱特琳在中路已經怒壓18隻 然後凱爾對藍寶的壓制也是14隻 這一次是一波漂亮的一波 安妮沒有辦法能夠出手 直接被打掉1st block Fanatic這一波協同的非常漂亮 從右側過來的加文 完全是在對方的視線之外 安妮也沒有能夠視線預警到 劉娜也要戳他 因為雙方都一直在跳一首非常危險的舞 而且蜘蛛其實也在旁邊 所以 可是兩邊站位的無關係 加文的位置是比較好 對 因為他一直覺得 你要上會上我的凱特琳 你不會上我的安妮 加文來到下路 凱爾是否也有危機 凱爾的位置陷入了一個危險 哇上去要換了嗎 凱爾磨不夠啊 這時候開始要噴了喔 哇塞奶又成功的打出兩個助攻 一個殺一助攻 中路打起來 中路就打起來 被法洛斯彈到最後一根橡皮精 蜘蛛應該是 你確定嗎 會不會不行 他已經死定了 他知道他跑不掉 他決定拿命去換 可是我覺得這個閃線 稍稍有點不太必要 因為加文要回來了 加文加文我來了 可是安妮在塔下 這個防禁能中了 可是傷害接不上 哇再噴一個火殺掉了 不過加文從後面到樓 蜘蛛要噴了吧 EQ蜘蛛撲小兵落袍 漂亮 哇一個夾子很關鍵啊 他EQ上來剛好在夾子上面 然後撲小兵的那個拉開距離 沒有被揮捏一下 我覺得 剛剛誰說這個Lucky的蜘蛛 雷是不是 對 剛才有很多人在講 我逃命不雷啊 而且回頭這個綁也很關鍵 這個超關鍵 到了極限的距離 然後再補一個爆炸蜘蛛 這雖然沒有奏效 沒有辦法讓我們繼續看後面那個千里大逃亡 那個很棒 剛剛那一波 蜘蛛如果那個時間被擊殺 這一波Fanatic就很有機會 對 結果變成 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 飛絲回到了中路 飛絲要給 凱特林一套 凱特林好難過 抓到一個安妮剛剛回家不裝 剛剛拿到一顆頭回家 立刻把這個紅寶石買出來 多好的不買眼石 沒有帶虛弱 因為其實他 有講到就是說 他沒有帶虛弱 常常線上被抓一破就死掉 哇這樣子強開龍 這樣子啊 哇這抓到佳文回家的時間了 對而且飛絲沒大 飛絲還沒上6沒有大 而且靠著蜘蛛在吃龍的時候 有小蜘蛛幫彈 哇這個破甲箭破痛 來不及了 藍寶到了 進場金金金之後呢 他比了一個Flash 然後剩有大 剩開了一個大 凱特有大嗎 凱特的大決 用掉了 其實已經用掉了 剩出來以後 可是凱特一直在拉位置 凱特閃現之後 還是吃到最後一根橡皮筋死掉 這個閃現交得非常的虧 藍寶走上來 一個緩速 第二個緩速沒中蜘蛛 有這個蜘蛛型態的移動速度 有沒有機會跑掉 佳文是沒有大決的一個等級 看來是被黃豬給撤退成功的 這一波犧牲掉了 凱爾拿到了一條龍 在經濟上面來說 當然還是黃豬稍賺一點 那Fnatic搶下這擊殺也是不錯的 對因為可蘇看起來就是 反正我已經沒有農兵了 我要人頭 剛那個是死定 所以他是閃現過去要硬換掉對方的凱爾 我覺得 我覺得White剛才的Flash就是 他沒有 他想要爭取那最後一絲求生的可能性 但是他Flash出去的時候 有有有有有有有 這個時候 魚直接中了以後 可是安妮在後面帶著暈走上來 前面還有一個夾子 再見了菲斯 噢可以給這邊 完全是 一個 不能算食物 因為他想要一個單殺 可是安妮來的時間剛剛好 對沒有錯 要不是安妮從後面殺出來 其實是凱特林要抓 他看到已經下到直接閃現了 可是閃的位置有一個夾子 沒有那個角度沒辦法走 對我們可以看Ulii的夾子 放得非常好 兩個夾子都很關鍵 凱爾繞到了後面 這個是不是 來 哥友無敵 怎麼樣 塔莎羅 好你Flash 好沒問題 黃族來了 這就是黃族的打法 對 這一波四下一夾喔 夾得相當的漂亮 因為也沒有被看到 你可以看到Flantic在中路的眼睛 他已經是布在河道植草上面 他沒有辦法預警到這個 左右蟲 這個草叢裡面 兩邊叢林同時出來夾殺的這種打法 老實說 終於沒有人理我了 農兵喔 藍寶這邊蹲點 蹲到聖 聖還有一個嘲諷可以拉開距離 他看起來像是要嘲諷拉上牆 這個金金金 預警到他的嘲諷的位置 然後再加上菲斯上來 聖倒地 聖倒地不起之後 有沒有辦法 Fanatic再拉一個上塔起來 有沒有辦法 藍寶出去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藍寶出去 從塔中間過去 那安妮跟凱特琳要緊急支援上塔 不過菲斯又是有大絕的狀態下 安妮先幾好暈 但是到安妮沒有大絕 安妮沒有大絕 這一波真的有辦法扛住嗎 加文也來到了上路 現在黃竹子要試圖用兩個人 擋住三個人下路 也拉不出擊殺 這一波Fanatic很有機會 對方只有兩人 現在有一個安妮的暈 安妮還五等 還沒有上到六 沒錯 凱特琳是七 這邊是退了 菲斯已經Record成功 那麼上塔看起來是攻略不能 Fanatic失敗 沒有能打到上塔 人魚三隻近戰 在塔下 其實沒有任何的優勢 烏烏 就是除非你真的要硬傷 因為加文有大 然後人魚 就是那個菲斯不是人魚 魚人跟人魚是相反 這個菲斯有大 所以其實他們也是可以嘗試 但Fanatic採取穩健的做法 至於下路這邊則是蜘蛛蹲草 然後加上 哇這個E用掉了 E用掉以後只好出魚 出魚來救命 結果被凱特琳加安妮直接秒殺 這時候迪瑪西亞蓋完以後 應該是可以砍死凱特琳 砍死凱特琳 以後面對一個安妮的三條 炸物 小兵很多 或者安妮是存過下來 欸 蜘蛛 蜘蛛噴了 應該是衝進去想要靠無敵 來打一個Dive殺失敗 對阿 雷歐娜全身都是控場 對 凱爾大決用掉 可是聖沒有傳下來喔 應該是 純粹想靠凱爾跟蜘蛛打一個Dive 因為其實凱爾的大 再配聖的大 其實相信很可喔 第一個時間你套無敵 然後聖就一定飛得下來 對 保證不被破盾而亡 我覺得這一場配給的失誤 現在應該可以算兩個點喔 對 剛才兩次的嘗試都是 反召凱特琳擊殺 要不是佳文在旁邊 有把凱特琳的頭砍下來的話 剛才是很糟糕的 他比這邊的安妮真的 有ban的價值 現在311了 確實是行 但是頭都在她身上 而且雙buff也在她身上 其實會忍不住你也把她忍汗 那要看出要怎麼樣 把雙buff化為AD的助力 因為她有降CT有回魔 其實安妮的暈會更多更多 然後大決也會變多 而且她普攻的距離很長 對 看現在這個時間點剛剛雙中 完全被壓制 現在是把Pursuit掉到下路 求一點發育 剛剛蜘蛛有進不到 進個塔 然後被Yellowstar給擊殺 目前的擊殺數來說 Fanatic依舊是能夠領先的 但是在經濟上面 則是被皇族 換到了1.5K 1500塊的領先 一塔一龍 一塔一龍領先1500其實不多啦 對 因為一塔一龍就2000 所以一塔一龍領先1500就代表 在擊殺上面確實被對方拿回了一些 安妮在藍buff區下一個紅眼 硬把對方清掉 這場安妮的經濟也很大 所以她全部把全身的經濟化成了紅眼 但是仍然不夠 呃 Fanatic這裡做了非常多的綠野飾演 用數量換取空間 可是這樣三隻眼插下來 這座塔浪掉 小龍剛好重生 在崩潰其實 對 肥茲這個時間點 清完這一波 要趕來會合的路上 其實都是 這個 黃竹的視野 黃竹的紅眼在這邊被對方給反了 而且自己沒有紅眼能夠再反 所以這個藍區的視野 只能夠起到一個監視的作用 但是小龍在15秒之後 重生他比在有視野的地方遊蕩 應該是不太會有危險 但是出了視野去的話 就比較陡一點 現在是強吃藍 爭取了藍buff的視野 但是沒有辦法爭取到藍buff 黃竹拿下了藍buff以後 Fnatic變成飛之之道 很難對抗這個龍的強壓 決定選擇中推一波以後 往上靠 以眼看上路 沒有機會再度往中路回來 我覺得這個龍 Fnatic是沒有資格真的 這個龍沒有拿到中塔 也壓不了的情況 黃竹這一波很賺 沒辦法太恐怖了 我覺得那個龍真的是 Fnatic閃遠一點比較好 那個安妮有大有閃 然後凱爾有大 聖有大 什麼東西都有的狀況下 我不建議Fnatic靠近 我覺得會很慘 對他們現在就是要等 等藍寶的發育 跟飛絲的發育 好一點 飛絲現在這個裝備落後太多 他現在連閃耀劍都還沒有出出來 太誇張了 現在這個飛絲 有一點誇張 因為他剛才兩次我覺得 都被化解掉 然後被反殺 導致他的經濟落後 很巨大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凱爾不強 沒關係 我的傷害看到安妮就夠 對我跟你一樣爛就好 對我會無敵齁 對我可以套大 你只能丟一隻魚 對我可以套大 對我跟你一樣爛其實是不重要 就是無所謂 我們兩個一起死掉 其實我無所謂 因為你 我凱爾死掉的時候還是有無敵 而且我的連打都還 你還是會掉15%霧魔防 都一樣齁 就是他的功能性沒變 也許傷害掉了 但是他的機能性全部存在 那對飛獅來說就是 有啦 飛獅就是魚還是魚啦 然後斬殺被動還是斬殺被動 但是這兩個 對團隊的效益都比較低 蜘蛛 再度被逮到交閃線以後 在塔下上吊 原地下來 安妮到來 而且這個金金金士 成功的把他燒死了 藍寶大絕人 但是這個起到效果 另一個閃 朝搭配上安妮 佳文決定回身一打 而且呢 維歐娜剛好趕到 是造成了一個shut down 聖尼要拖一點時間 凱聖尼在後面 聖尼有辦法拖到嗎 凱聖尼過來 凱聖尼沒辦法打凱聖尼的嘲諷版 聖的嘲諷是仍然中了法洛斯的大絕 所以是一個法洛斯的double kill 加入這裡呢 凱爾受到 飛獅的大絕牽制下 這時候給自己套一個補血加速 再衝上去追飛獅 但是距離實在是有點遠 腳閃線之後 飛獅剛好是一個一兩段 拉開了距離 在這邊recall看到凱爾放棄追逐之後 他開始recall 凱爾又再度上前 PK不會犯這種錯誤吧 果然是不會 在回身一跳之後呢 再拉開一點距離後 但是凱爾這樣一來 就會逼到下路的二塔 上路的一塔雖然爆了 但是凱聖尼沒有死 正在能夠承接住這一波小兵 整波交換下來的話 Fanatic再度的把距離拉近 剩下1000塊的距離差距 比如剛剛那一波 資源的速度是關鍵 凱聖尼的位置跟 就是速度 資源的速度都沒有來的 對方的下路雙手的組合好 而且也是蜘蛛先被開 沒有能夠製造任何的傷害 就是全員逃走中 自出這邊 我覺得他被開的次數真的是偏多 但是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打法就是這樣 對他即使最後的上吊交的是 爭取到蠻多的時間 可是藍寶那個收阿斯的大絕 掌握得很好 最後下來還是被燒死 然後聖的Galike的剛剛那個閃朝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哇 環到了 雖然雷歐娜有渾身的CC 但是沒有逃命技 這個大絕沒有必要 我由衷認為 雷歐娜剛才回生 最後這個大絕沒有必要 因為你附近連一個隊友都沒有 你是不可能反打 那是剛剛那個扭腰 扭得好 但是回生出一個大絕以後 聖因為在扛塔 給聖套大以後 這個扛塔時間會延長很多 卡比的一個Flash以後 上前暈到藍寶聖扛 扛到死掉 最後以結果而言 拿聖換藍寶 雙方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大招這裡丟掉的相當多 在皇族這邊丟掉的相當多 不過 安妮有大 對 可是佳文這時候也有大喔 那個 菲斯過來的時間是一個關鍵 EQ上來之後 菲斯仍然沒有到 塔已經差不多了 黃若士先出大爭取一點時間 塔比 被留在原地 塔比出不了招 倒地 菲斯已經趕到這一波 是皇族的撤退 皇族撤退看起來沒有辦法 爭取到視野之後呢 菲斯EQ上前 看起來是想要扣大 硬戳死Lucky 然後這一個點燃下去之後 Lucky倒地 我剛剛那邊 塔比是被定到 決定要直接用自己的命 換那座塔 反正我已經被殺到過了 可是他還是被定得太死喔 他有招不能出 這一點是比較慘 他明明就有一個大絕可以運 但是他不能出 因為他沒有辦法炸到他想炸到的人身上 對 我剛剛這波很賺喔 上塔也沒有掉 Fanatic的經濟現在已經差到不到 就拉到不到一千塊喔 沒錯 一波一波的賺回來 Fanatic的態勢 逐漸的變好 對 而且菲斯剛剛有收到頭的情況 他現在回家 就是巫妖有逃出來 終於 所以菲斯總算是站起來了 那相對的 凱爾拿到一根刺針 其實他的成長沒有像菲斯的曲線那麼誇張 所以 那拿到 那拿死之後其實 沒有變得那麼厲害 這裡 雷歐娜已經有了先制 而且對於Fanatic的好消息 是說 家文的等級跟裝備很棒 你看他425的戰績 他的軍團已經 待會應該就會進化成日輪 現在他就有一隻角色 可以check草叢 讓安妮秒不掉 因為剛剛那個問題就是 大屁的失誤 一個眼睛差外 因為剛剛那個藍buff 龍下塔浪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點 完全沒有人敢進 是 就是野區 因為這時候你任何人 碰到安妮 暈下來一波 只要一個隊友支援 他們就會死 硬跳以後呢 凱爾這裡 有沒有他給自己無敵 然後是聖友給他大的一個反打 飛斯的魚被聖給接觸了 但是因為 AD根本不在旁邊的關係 這一波黃柱是不能作戰的 對 這一波騙掉了一個大絕 兩個大絕 可是龍30秒 凱爾的大絕應該是來不及 可是飛斯的大絕也來不及 加文的大絕也來不及 藍寶的大絕也來不及 藍寶的大絕也來不及 的狀況代表 黃族在這一個龍區的爭奪 應該是相對有利 對 而且上路的兵線也不好 可能又要浪掉一條龍 黃族剛才是從哪裡撈 喔他把上塔打掉 我先想說他從哪裡拿出那一千塊 對上塔剛剛血量剩一滴 凱特琳帶過去直接把他推掉 龍的時間 完全camp 打完之後是兩千的經濟優勢 其實沒有很致命 但是確實存在的差距 雷尾納在插到紅眼上面也只能這樣子插 他不能去check草叢 這邊安妮要開閃 安妮開到了 可是隊友位置稍微有一點點遠 閃朝得手 塞奶回升 這裡是由Yellowstar下了一個他的雷尾納大絕 相當不錯 而且後面有飛斯的大絕 看起來凱尼 凱爾有大絕沒有被飛斯直接戳死 雖然是法律師的大絕有出來 但是這裡還有作戰的能力 凱特琳出了一個大絕之後被 藍寶分割戰場 凱爾也沒有磨也沒有血 下面是一個落跑節奏 這一波是在雙方各十一個人之後 各自後撤 凱特琳沒有被破甩劍戳到 這個凱爾大絕時間剛剛好 那一波我覺得 佩克應該是覺得他沒有大絕 要不然那樣的進場絕對是 就是太過頭了 絕對被大絕然後倒掉 可是藍寶的大絕也差一點點 瘦大絕是對方已經散開以後 最後才下到 如果他能夠早一點下的話 造成的傷害會更大一點 他後面是切割的效果很強 但是沒有傷害 他跟佳穩如果那時候 最後一次的EQ是連在一起的話 這時候如果也會死更多人 對應該可以打到更多擊殺 那麼不過 Forentic這個會戰依舊是好 因為他能夠成功的把經濟還是縮進來了一點點 就是剛才2000下又變成1000 那你知道因為大家已經到了三萬上下的時候 1000其實就是3%左右 對不對這個還好 對這個時間點跟上一場的有一點像喔 上上場場有一點像 對我覺得雙方都是在爭 到底哪一邊可以打出一波絕妙會戰 應該就可以獲得巨大優勢然後壓下去 對因為上上場一樣是黃族在線上取得優勢 然後塔數領先 Forentic一直咬住然後把三塔拿回來 可是可惜是最後被黃族灌了一波 就是巴龍掉以後直接一波到底 等等那一波被灌到底 有點太大 對Forentic這一場要小心 就是一樣是同樣的策略是想辦法把三桌外塔拿回來 對同一個劇本不能再來一次 而這個地方藍寶看起來Record之後是要出深淵的 深淵出完之後藍寶很強很強很強 我們看到這個聖的出裝很特別喔 他振奮選擇接下來不上坦裝 上這個小木槌 可能是要再強化一下攻擊力喔 增加他對後排的壓制力吧 因為聖現在就是他不像鱷魚那樣 就是全身坦裝還可以壓後排 他只要沒有攻擊裝就是對後排毫無威脅 可是嘲諷完以後再也沒有人要理他 對他這時候就是 就是反正我就要衝進去牽制到法洛斯 然後了不起小白會給我一個大絕 對 我的工作就是要殺掉 所以這個上三項甚至是有可能的 哇那 不過你要這樣說啊 其實因為凱爾大絕終究只有一個大對不對 你拿一套勝你就保不了後排 你拿一保後排就保不了勝 所以還是效果是有限的 他是皇族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保後排 我叫衝進去灌爆你所有人 也是啊 那個凱特林自生自滅 那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點就是 外持他選擇了閃耀劍 對 這蠻有趣的喔 這 待會我不知道是要上 上巫妖的凱爾 我覺得不算那麼多 巫妖過 巫妖 這個爆發傷害喔 在凱爾的Q沒有被nerf的那個時候 凱爾的爆發傷害是很大的 就是他一發Q加一三領一下的時候 你至少要掉三層血 那才叫做一個凱爾 但是自從Q的增傷12%15%被拔掉之後呢 我忘記是幾%12還是15 呃應該是12% 抱歉 好自從那個增傷被拔掉之後呢 他那個Q中三領一下 再也沒有那種威脅性的狀況下 那凱爾的爆發傷害很不足的時候 你會發現在會戰的時候第一波衝擊 他沒有辦法給壓制對方 就是第一波傷害打出去之後 對方不會後退 因為沒有人接近死亡 但是凱爾自己被硬戳之後呢 即使上了一個大絕 然後再上了一個聖 但是還是要死 我覺得隊友太後面了 這一波皇族要爆炸了 好 本來提克進來之後呢 佳文大絕蓋完現在聖的後側 好 自出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在這裡佳文交了一個閃線之後 凱德倫竟然能夠風箏他 哇 但是藍寶隔牆的一個魚叉 把凱德倫差死了 差得漂亮 現在是Tabi努力的想要再反身製造 然後擊殺Packet的機會 但是沒有 這一波會戰是1換3 Fanatic大獲全勝 Fanatic這樣子就可以攻略下塔 然後蜘蛛無奈的走向中路 是要來推中路的兵線 聖的Record 有額外的一點點情報 看到Puzzu跟Sawas的位置 但是這一波總體而言 Fanatic還是非常的賺 我覺得剛剛那個 怪特太高估自己的盾 那個聖的盾的那個能力 第一個時間 他應該是覺得自己的勝飛過來 可是後來藍寶支援的那個大絕 取決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終究是時間差的問題 對 因為 他的 無敵爭取了2秒 然後勝的大絕再爭取了大概1秒 多一點點 但是這3秒的時間仍然不夠 他 他剛才需要 他剛才真正需要的人是誰 他剛才真正需要的是他比衝上來全控 對 可是太遠了 而且 藍寶的那個大絕下得非常好 而且又從後面進場 所以 第一個時間 你看他把優利艾燒到噴出去以後 然後加紋上去黏住 我覺得剛剛從頭到尾塞來的時候 表現都非常好 他第一個時間 看到被套大絕 他就上來先幫 就是 Page 牽制一個時間 然後他再往後去追擊凱特琳 最後那個隔牆的魚叉 凱特琳沒有機會存回 要把優利艾的拉打 應該是可以拉打掉加紋 應該是可以拉打掉加紋 那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凱爾的這個大絕的特性 叫做他雖然無敵 但他不防控場 所以對方控場夠多的狀況下 他還是被擊飛 他還是被擊飛 然後哪一次要死掉 因為 他沒有辦法在被控的這 對 他沒有辦法在無敵的這段時間 反身打出足夠的傷害 把對方逼退的話呢 你無敵 不過就是一個2秒鐘的事情 2秒鐘過了你還是要死 可是我剛剛看到P王踩到夾子 讓我覺得 因為 我剛剛在想 左邊為什麼收這麼慢 因為藍寶的位置那麼好 應該是全部收光 可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喔 法洛斯踩到夾子 原來是P王踩一下 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好 這一個龍 終於是 呃 皇族再也控不住了 粉蘭提克要拿到第一條龍 安妮的一個閃大聖 從安妮身上出來以後 嘲諷命中 可是再來 安妮 不過安妮的任務也已經是表決了啦 這時候烏茲得到了聖的大絕 好像可以撐住 沒有問題 迪巴西亞踩下去以後 在一個藍寶的大絕 最後終究燒死了烏茲 燒死了凱特 Lucky在這裡 再度遭到擊殺 死贏一個法洛斯的Double kill 雖然凱爾在追殺 追殺 魚人 追殺菲斯 但是現在要受到四個人包圍了 現在是一個二對四 二對四真的有辦法嗎 勝獲得了控場 勝獲得了嘲諷 然後 哎呀嘲諷拿來逃命 這下子再也沒有犯大的可能性了 這兩顆痛 唉唷 問題 因為剛才那個選擇很怪 因為你交嘲諷也是逃不掉的 我覺得安妮剛剛那個搶到自己的隊友 應該是不能過來開這個團戰 可是勝也喘了 所以 感覺上 右邊的這個問題 就是藍寶的大絕 你看到效果跟佳文配得起來真的很好 就是佳文那時間 牽制到凱特林的輸出很大 即使死掉以後 他的定型讓藍寶的大絕 可以順利的掃死凱特林 然後右邊 PK的選擇就是在右邊牽制住對方剩下的人 另外我還是要講齁 就是在龍區這個地方看過 這麼多的比賽以後 你會發現這種 騎手的這種包圍陣型齁 就是一個柱系的陣型 就是藍方在這邊 左右分開或者是什麼 上面跟三叉草叢分成兩半 要打這個龍戰 通常都是只有死的份而已 因為你永遠都是被人家多打掃 對 因為你左右邊 你只能選擇一邊去支援喔 其實剛剛勝的進場 他不是飛大 因為他大後來套凱特林 對對對 所以凱特林的存活時間蠻久 我們看一下這一波會戰 第一個時間沒有額外的輸出 是主要的問題 因為阿尼的大絕暈到五個 然後物理進場的時候 PK很漂亮的從懸崖上面偷襲他 所以凱特林是受到很強烈的襲擊 而且他偷襲完以後人就跑了 你知道嗎 對 他躲那個草叢 對 後面是交給 就是佳文大絕跟籃跑大絕 解決掉那個凱特林 他一偷襲得手人就跑掉了 這一點 就是很像他玩卡薩丁的感覺 對 所以左側就是有點像 Fanatic第一場的問題就是說 他有兩個前排 有蜘蛛跟聖 可是蜘蛛的發育不好 所以在這時間點他的輸出不夠 然後剛剛阿尼遇到很多人 可是Wide跟Yulia完全被PK一個人牽制在右側 仔細一看呢 這一場的經濟 剛才那一波打完以後 覺得Royal應該要挫賽 結果仔細一看 不對 經濟其實也不夠領先一千 到底是怎樣 對 你看這個Yulia的吃兵還是 領先這個Pulse很多 但是呢 要說坦白話 喔 巫妖還是出了喔 那個凱爾的巫妖還是出了 可是說一句實在話就是PK現在狀態絕佳 那換句話說就是凱特琳很難輸出 每一個會戰凱特琳光是受到 菲斯的攻擊加上加維與藍寶的這個combo技能呢 凱特琳就差不多了 他幾乎每個會戰都0輸出 還有一個加維就是 他就是往你身上跳過來 對 加維跟藍寶這樣連手 那其實雷歐娜跟法洛斯只要專心對付 前排就OK 沒錯 對付前排在加 頂多就是蜘蛛勝 然後那個安妮其實 除了一個暈之外 是沒有真正的殺傷力的 對 這個時間點 蜘蛛他日輪落後的情況下 他也沒有任何魔創裝備 其實那個 L-Star是可以完全坦住蜘蛛的傷害 那配合這個拉打 就是法洛斯本身技能特性 一直緩速暈眩 其實一年不上去 我覺得目前呢 現在這個timing點 要跟Fanatic會戰 Royal是很吃虧的 那在Fanatic這裡呢 因為飛絲金人加烏妖 兩大神裝都已經上手 這會戰的時候 他的操作空間過大 我認為優勢很大 對 因為還有一個可以積極嘗試 會戰這個魚 魚下去之後呢 被蜘蛛跳掉 然後再加一個SOWAS的大拳也沒中 接著是被Royal反打 可是呢 再一次的 是由Fanatic後排 與雷歐娜加上 法洛斯兩個人反打 不過這一次 凱爾這裡終於說 我活下來啦 好 但是凱爾死掉了 還在找地圖輸出喔 對 但是 還好這裡是有一個塔給Royal靠 不然Royal會死得更慘 對 剛剛佩克奇處理很漂亮 他進去的時候 凱爾那個大絕的時間 是跟他的驚人完全低調 所以你看到凱爾 跑不掉 醒來一個Q瞬間收掉凱爾 因為這邊雙方就是 來回反開兩次喔 都是 雙方都做得很棒 Fanatic先開到蜘蛛之後呢 給蜘蛛灌了整套 但是 魚被他釣上去 沒有造成控場 SOWAS的大絕砸在他的腳下 但是他下來瞬間 Flash掉了 所以也沒有造成傷害 那在這一瞬間呢 安妮衝出來 一個大肆開到了Fanatic 但是法洛斯跟雷歐娜瞬間反開了 結果就是Royal被控在塔前 然後被擊殺 對 這時間 就是他的裝備其實不差 你看他現在拿著兩件裝 就是我就是要把我破甲箭很痛 對 你看優利亞一直吃到破甲箭 只能一直靠著小兵 維持自己的血線 這時間點剩著這個裝備 其實坦度是不夠 又要嘗試巴龍 哇這個Royal真的是 很敢這樣打 這個Royal真的是 真的是在說 隊伍裡面只有可能 沒有啦他親個眼耶 那只有他們敢這樣子一直打 對就是 用佳文用騎士戳巴龍之後呢 是要給Royal一些壓力 因為巴龍會開始攻擊 結果Royal就說 那打 怎麼會有這種事 啊 狙擊被 雷歐娜給擋住了 雷歐娜出手 聖被魚打到 然後SOWAS的大絕下去 身直接用嘲諷 一邊拖出傷害 然後一邊製造礦場 可是這個時候 菲斯進來 菲斯在超級殘血 可是凱特琳應該是要直接把他點倒 凱特琳 點倒以後是一個造成的 一個Double Kill 這一波皇珠有一點機會 在凱特琳被Corner 在卡在角落的狀況下 凱特琳沒有地方可以跑 他現在點倒藍寶 但是被法洛斯秒殺 法洛斯的一個Quadra Kill 哇 是ACE Quadra and ACE 最後是由Felanik獲得勝利 這一波會戰又是一個 反開再反開 逆轉再逆轉 我覺得每個人都 兩邊都很會打會戰 就是真的就是 都知道自己要做到的事情了 對 我覺得這邊 真的要說就是 我覺得 White 這場沒有灌到凱爾的架劑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凱爾的英雄就這樣 因為他對陷棋沒有對到飛子 然後打一個比較長的線 然後 凱爾齁在現在的環境就叫做傷害太低 就是他打起來真的是會讓你覺得有點太低了 絕對我念這麼長一個太絕對不是誇張 你看飛師喔 飛師他就是一套打完以後你不只要半條對不對 我放著讓你凱爾砍3秒AD還不會死 而且重點是 剛剛一開始其實Page不好過 可是他後來驚人那兩間窗出來以後 他完全用驚人去吃掉你凱爾的無敵時間 所以我跳進去就一定要收掉你的凱爾 這兩隻抵換掉以後 藍寶在這個時間點比聖的作用大很多 傷害上面來講 Fanantic隨便都輸出贏Royal 而且剛剛那個時候你看得出來雷歐納法洛斯這個組合的這個效果 剛剛那個第二波的反開 如果任何的一個下陸組合 如果單來一隻索納可能沒有這麼好 這個反應非常的即時 放夾子的時候張開了一點點視野 讓他知道要用後跳用網子製住這個飛絲 飛絲也沒有冒然突進 因為他剛才那個位置他左邊 就是中塔儀左的視野都是沒有的 他剛才突進也許殺了了凱特琳 但他也會死啦 那萬一對方用無敵把凱特琳保住 然後他死掉他就不妙 莫忘安妮啊 對 一開始就是翻過去就看到一隻安妮在後面 對 Packet 收手這一波不錯 哇 一個大絕就砸掉 安妮半條血 安妮應該是要回補了 你看他現在這個藍寶的裝備是 大冰杖加上大面具 還有深淵 深淵加上魔穿血 穿到 三穿啦 穿透的三穿裝 而且是升級版的三穿裝 還加冰杖請不要忘記冰杖 所以這個是豪華裝備的藍寶 他現在一個大絕就要你飛起來 對 我覺得 塞奶這一場的表現是完全壓制過的 Lucky Lucky這兩場都不是那麼的理想的一個表現 你可以看好 Fanatic雖然經濟上面只是壓大概五千多 但是人頭壓十四顆喔 所以平均在等級上面就代表等級都比對方高不少 對 而且塞奶的這個擊殺攻陷是二十四喔 跟這個 完全跟他們的AD%是一樣 加起來是一樣的數字 Fanatic雖然 這場的KTA有點扯 雖然 他剛剛的拉打其實很漂亮 因為他的選擇目標很漂亮 他知道在藍寶的幫助下 凱特琳收不掉他 所以他選擇先去把那個蜘蛛點死 然後回頭集滿3 在一個破甲間直接把凱特琳收上七天 這場應該是 目前為止應該是Fanatic的表現比較好 而且也站著一個上風 那到底 大家希望誰贏呢 因為 剛才我有看到有些觀眾說 不只是觀眾 但工作人員 唉唷 這一個開 這開塞奶有點危險 不過依舊是一樣 Fanatic的反開性能太強了 Fanatic的三反開喔 就包括雷歐娜包括藍寶 包括法洛斯的大決 全部三反開完以後 但是剩的這個嘲諷 有能夠得手 Y Y沒有能夠擋住 菲斯跟菲斯兩個人互換掉 但這次是凱特琳狀態比較好 那是一個Shutdown 凱特琳死前 呃那個 凱特琳死前打出了一個Double 這一邊是 就是 王谷打下來這一波 菲斯沒有看到驚人嗎 他這個 他應該是沒按到啦 他剛才是 一波錯完以後 就死 他跟凱爾兩個一起死 對 凱爾身上的驚人 是後來嘛 我們剛剛沒有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確定 凱爾剛才沒有 對 我剛剛一直在等菲斯 第一波收掉驚人的 因為凱爾的大絕好像 也沒有放到嘛 這一波 剛剛也太混亂 因為我看到左邊是 前排直接打起來 可是鏡頭沒有帶到前排 打出來那邊 的效果 可是我看到 後來三隻 只是 只剩下三隻後排打對方的 全部人 我覺得基本上 主要的是齁 剛剛那一波差最多的應該是 手法子 在第一時間大絕丟出去之後 皇族閃開了 其實沒有吃到非常多的傷害 那個三反開啊 剛才講到Fnatic 只有定到蜘蛛 通通都定到坦 就是聽到蜘蛛 他上吊 蜘蛛表示就是 隨便啊 對 我吃一輪 我就上吊起來 你殺我 絕對是比殺我隊友好 太多了 快殺我 對 而且剛剛那個地形 完全就是 讓就是 把坦克 就是地形又提供了 這個Fnatic 非常好的卡特效果 提供Royal 非常好的卡特效果 凱特林的輸出位置 完全是安全的 對 他站在一個Y型的 那個 對 菲斯完全不敢進場 他剛剛就在想 應該會有 他後來進去 對 凱爾互換 兩個人就是 相擁而死 欸 我剛剛看到 因為我不知道 在左側打起來的時候 凱爾到底叫哪些招 所以我沒有看到他的大絕 我也沒有看到他的驚人 就是 可能前面用一條 我覺得 對 所以進去 那一波傷害打出來 我想說應該會有一個驚人互換 然後 AD要等 就是兩邊都要殺對方的AP 所以這時候 兩邊的AD 也會有個互點的機會 結果都沒有 就是兩邊的AP 就瞬間都融化掉 好 凱爾裝備慢慢的往上追上來 凱爾現在齁 他傷害不高 但你給他持續傷害還是夠 我們前面有講說 凱爾傷害太低了 那在前中期的時候 真的是打不夠 他現在慢慢追上來以後呢 就是他現在有殺了 殺了也提供一些AP 讓他的巫妖更加有力 我們前面有 我前面有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凱爾現在第一波傷害 很有問題 因為第一波不夠 可是他補巫妖 他為什麼出巫妖 就是為了讓第一波傷害 夠力 那現在開始就是 現在開始 凱爾慢慢的有比較往上追 如果他再出下一件狀況的時候 凱爾就會溝通 到時候是正面要 黃族要正面開都有可能 而且黃族現在兵線是完全壓制住Fernetik Fernetik這邊很急 他現在聖已經帶到下路均勻了 沒錯 這裡超級的一定要尋求一個中路的開戰 但是真的找得到嗎 聖左邊再插一根眼睛以後 然後現在黃族要往前追 不可以讓Fernetik退得太舒服 哇 下路的兵量非常非常多 這個下塔應該要直接浪掉了 這要爆 上塔也爆掉 巴龍可能也要掉了 這不是前兩天看到的那個 AHQ的那一場 小兵超強 小兵已經成功拿下一城了 小兵拿到了上二塔 然後而且聖在這邊拉扯成功 菲斯跑去找陣又追不太到 下面收襪子大劫已經丟掉了 然後這一波是驚人 凱爾驚人起來以後 起來以後再掏一個無敵瘋狂輸出 這一波的輸出有夠力 凱特琳的狙擊進來 藍寶沒有擋到凱特琳的狙擊 讓法洛斯倒地之後呢 下面的菲斯還在追勝 終於插死了勝 插死了勝但是離這個戰場未免也太遠了 凱特琳現在刻好了紅金鏈之後 他這個位置純粹是賣隊友打巴龍 他自己一個人要上去把對方射爆了一個打法 超酷的 隊友打不完巴龍 但是凱特琳能夠把對手通通都打好 菲斯的一個record之後呢 佳文下來想要投 輸不知下面的人根本就沒有在打巴龍啊 這個蜘蛛被巴龍打死 對 然後 那個 佳文沒有辦法成功的中擊到 因為血太多了 然後最後是凱特琳一個震爆 凱特琳的震爆射擊吧 把巴龍打死 這應該如果在整個WCS裡面看到最好笑的一個巴龍 這個真的是頗有效的一個巴龍 可是我 我們回頭來說 這一波的戰鬥是 皇族的分推成功讓Fanatic 把菲斯調去打勝也沒擋住 就是你勝打死了 可是冰塔早就不見了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驚人的時機 他抵掉了那個法洛斯的大圈 因為那個擴戰如果出來的話 我覺得弱友會輸 可是第一個時間變成說 皇旨一直 就是佳文一直在等這個 對方的這個無敵結束 他要再做下一波的控場 可是他進去控場 閃現出去之後巴龍在打他 而且他被安寧一個關鍵的暈暈在巴龍底下 所以他的血線非常的低 然後這時候 法洛斯進來的時候 輸出可能是被凱特琳多點了很多下 他因為前面都把火力放在那個凱爾身上 那就算凱爾 我跟你講凱爾 驚人家無敵 總共五秒好了 這五秒的時間 法洛斯是很很 沒有東西可以打的 因為他不能再往前站 所以他只能站在那邊等凱爾 然後這五秒的時間 凱特琳是 狂射喔 所以兩邊的輸出量相差很大 對然後最後發現那個狙擊的時候 也有史達已經來不及回來幫忙打那個狙擊 所以 法洛斯死掉那一波就很難打了 對 然後你看得出來 凱特琳那個時間點在那邊 你的飛是不在 我上去 你任何一個人上來我都射爆你 因為你藍爆也沒有大絕 沒錯 所以你看到他是放掉自己的 自己的隊友在吃巴龍上去要收頭 那我覺得蜘蛛一噴掉 加文立刻嘗試要中巴龍其實也是很正確 只是他沒有料到說 那下面根本沒有人在打巴龍 他們只是扛著巴龍在那邊走來走去 因為凱特琳在上面 最主要是說 阿聖也不在 凱特琳在上面 然後下面只有一個凱爾 真正有輸出能力打那個巴龍 結果根本打不太動 對 重點OP的是凱特琳在上面也打得到巴龍 對 這就是他最OP的地方 OP 他上來就是 我把你人驅趕一下 再回頭打巴龍 真的 他就是在那個凹槽狂射 只是沒有想到自己的蜘蛛是彈到死掉 是死掉未及 但是我覺得 剛才塞奶下去應該說怎麼會有這種死 喔 兩個這個 那個凱爾技能都開完了喔 而 開完之後 然後 劉娜娜上去是直直的被捅死了 被凱爾給捅死了 那這一波 並一定要守不住啊 因為 因為回復能力有點強 劉娜娜的回復能力有點強 哇這一波 剛剛那個開戰 風也要守不住嗎 加文沒有 就加文那個時間點沒有開到 所以 只靠著藍寶 跟這個 劉娜娜 是不夠的 劉娜娜瞬間被八死 劉娜娜應該 因為劉娜娜雖然是 防禦高的角色 但是 凱爾就是 他 巴你五下之後 你的防禦掉15% 他正常有一個虛空 他已經把傷害撐上來了 對姐 這時候凱特林的裝備也太肥了 你看他現在 是滿裝了 他現在只有鞋子 沒有升級到3級鞋 他竟然連這個水星彎刀都有 這一把是真的是 他有一萬九千塊的金錢 連法洛斯這種鬼神KDA都追不上他 因為他其實也是鬼神KDA 兩個鬼神 哇這場真的是寶小狗 這個養狗戰術是成功了 無敵要注意一下水星彎刀CD中喔 不過他有那個啦 他有進化 進化是亮的 對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這個PUSH的破甲劍的傷害越來越 沒有辦法造成那麼大的效果 曲線往下掉了 這個收化者大絕其實挺絕望的 但你看皇族很明顯的 這個時候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就是我跟你拉扯就好 因為中下路的超級小命都要來了 那他在上路就是不斷拉扯 繞了一圈又一圈 然後塔的血還是有消 弗奈提克快要防不住 飛絲獲得了復活甲 會不會造成什麼不同 我覺得會 因為他這樣確實是可以更加威脅到凱特琳 但是因為無敵的關係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凱特琳 我覺得很困難他現在直追凱特琳 撐甘跳接驚人 騙到了凱爾的大絕 但是立刻被砍掉復活甲 凱爾真身上帶著飛絲的DOT拉開 不要讓飛絲能夠做死前的擊殺 下面UZI保不住 UZI倒地 UZI倒地之後 哇 這一波弗奈提克難打的 因為凱爾也是殘血 這一波弗奈提克要噴掉了 但是加里大爆炸 加里大爆炸 哇 加里這個 回家 這二塔還在 可是小兵量很多 這個二塔的友誼還是在半徑 有有有有 SOS要上去清兵 SOS要上去清兵 SOS應該是清了掉 對 剛剛整一次 哇 這個放大絕清兵 沒辦法 被逼 反正他大絕清兵沒有很長 那時候放掉了 其實下一波會這樣應該還用 但是這主堡雙法殘破不堪啊 對 剛剛主要是 我覺得第一波SOS那個大絕 我覺得放了 他以為雷歐娜會出去 他那個劇本寫的就是 我雷歐娜出去然後 定住以後 大絕直接燒死你 一到兩個人 這時候我雷歐娜死掉 其實 無所謂 對 我就擋掉了你這一波攻勢 我可以 順利的將下種的兵線 要衝進來XPK了嗎 哇 這個 這個因為逮對方還沒有復活 可是蜘蛛擁有定器 所以要拖時間是非常適合的角色 他拖到了一點時間 安妮也在側邊 安妮是想要怎麼樣爭取一波秒嗎 我覺得是 傷害應該不夠喔 傷害肯定不夠吧 你們這兩個人是能有什麼傷害 對 可是成功的限制了這個PK的發生喔 沒有 沒有被他XPK 對 因為PK本人不在 PK在下爐 PK剛剛死掉 剛剛就是拿自己的天使甲去換 對 換這一波囉 因為下去 他進去的時候拖的時間實在太多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PK身上 他那一波真的很大 對 他進去是驚人 然後死掉站起來 然後被勝直接嘲諷 帶走 可是凱特琳這時候沒有人保 如果是凱特琳我就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是 應該是保凱特琳 好痛 這個大家都滿裝喔 你可以不要一發狙我四層線嗎 他說你前面破假箭破我三分之一 現在知道狙擊才是網道了吧 狙擊現在就是賤人就放啊 因為其實會戰中也是沒有任何的可能性 這中古世紀的武器怎麼跟我這種二十四層世紀 你還拿弓箭 告訴你我這個是槍啊 槍有沒有聽過 槓 好大一把槍 真的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黃族還是佔有很大的優勢喔 因為 巴龍三十秒 黃族要蹲巴龍啊 對 黃族也蹲巴龍 那因為中下路超級小兵的關係 他等於就是巴龍是穩拿的 兩路超級小兵 削減了Fnatic 爭奪巴龍的可能性 而且 Royal超過份 還要蹲 因為他視野清得很乾淨 這個時候Fnatic應該是不會上的 上沒有什麼道理啊 感覺是去送頭 你看這眼睛差得非常多 整個紅buff區域的眼睛 上面有四隻 Fnatic果然是 連來都不想來 對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 靠近率是送嗎 沒有什麼好講 我那個視野差太大 所以現在就是讓這條巴龍 要再守上塔跟軍銀 可是 讓掉這個巴龍 對 你的軍銀重生也守不住 而且上塔非常的殘破 主堡雙塔也非常的殘破 現在就是 本來那個能否打出一個 不要減圓超過兩圓的會戰 有辦法的話 他就贏 沒有辦法的話就 我覺得還是讓安妮上來開 不要再主動用 就是 喔對 小白不能再站太前面 我覺得 還是蠻危險的 不要 就是要 雷歐娜剛剛一直嘗試 跟藍寶做一個主動開 可是對方其實蠻有 就是 防備意志 而且他們其實位移技能也蠻多 你看有蜘蛛勝 加上 就是凱特林的後跳 所以三個人其實剛剛 拉開的距離 最後只有勝流在那個火線裡面 安妮再一次閃開 這一次選擇開 Zoraz 我覺得非常正確的 因為你壓制了 Zoraz 大絕壓掉 Zoraz 死前只能很臨時的 就直接把大絕放掉 這時候往後 沒有能夠殺到凱特林的Pekke Pekke往旁邊 鑽一下以後呢 成功拉開了一點距離 沒有受到太重的傷害 雙方是選擇後側 因為 雖然殺到了藍寶 但是犧牲了凱爾之後呢 Royal也是沒有繼續作戰的打算 死前大絕有掉下來 然後加文接上這個地形限制 我覺得 有效果出來 這一波就是 主動 主動權在Royal這邊 可是其實反開來說 Fanetic 效果也是相當的好 Zoraz 即使在被一波爆發 要直接躺的同時 死前有把大絕放出來 死前大絕有灑出來 而且還是cut到戰場 還是一樣有效果 對 然後這時候 就是Pekke進去 直接把凱特林逼出去 逼出去 你不能射其他人的時候 那White在裡面 傷害打不出來 就直接被收掉 這場到底要路死誰手 實在這場好緊張啊 而且這場已經又吉祥 又吉祥又吉祥 對 這場現在 現在已經到Royal 這一邊 經濟還沒有反超 可是 整個地圖上面 你還看這個 家破人王的是Fanetic的部分 我看了 凱特林 就是他不能賣血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太需要他的機動力 就是鞋 鞋再加上狂熱附魔的這個差異 他太需要 所以他不敢賣血 可是 我覺得他有一點需要 那個復活甲 可是Pekke現在復活甲也好囉 再一波的時候就變成說 他有復活甲 上來打下一波 然後你看藍寶這個出裝 他不選擇上驚人 他現在就是我一個大絕 要把所有傷害打出來 另外看到眼睛的部分 可以看到Fanetic很明顯的 是要綁住 上半部任何 被ExPekke的可能性 對 我現在不讓 哇 點到一下好痛 藍寶表示難過 藍寶被硬居 呃 換人上來擋住 那現在藍寶在殘血的狀況下 他必須回家一波 他必須回家一波 他雖然有守護家園 可是因為剛才在戰鬥中的關係 不會馬上獲得 首阿姿的一個大絕 再加上一個雷歐娜的開 然後再加上一個寶勒斯的開 可是沒有人能夠對凱特林輸出 凱特林現在反身開始輸出 而且他現在轉頭去救小白 然後Pekke的復活甲第一波掉了 塔比在旁邊準備要暈這個ExPekke ExPekke遭到擊殺 這個Double Kill 看來皇族應該是取得了這個會戰的勝利 接下來是法洛斯跟凱特林的放對 凱特林往前閃現以後 點死的法洛斯差一點把自己送掉 喔就差那麼一點 布萊蒂克就有一絲機會了 結果是皇族取得了會戰的勝利 而且是零換三 零換三之後呢 Uzi靠著點小兵 大量的吸血 直接把血吸了起來 看起來Fnatic是沒有辦法反打的 可是家文的一個版身的EQ EQ有相當漂亮的擊殺 凱特林依舊健在凱特林上前 點爆主堡雙塔之一 第二桌主堡雙塔看起來 也沒有辦法抵抗凱特林的槍擊 遊戲應該要結束了 雖然是40個擊殺比29個擊殺 Fnatic從頭領先到尾的超級擊殺領先 依舊沒有辦法挽救主堡被爆的命運 遊戲結束 皇族獲得第三盤的勝利3比1 擊敗Fnatic晉級